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老司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最後就是我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好那今天 天地節 手遊官方 微信官方 跟TOPTOP那邊都有發了一個公告 重磅預告 九路塔內 從不只一人 他即將帶 將帶巨劍歸來 他這樣子寫我以為 這個巨劍的人 是九路塔裡面的人 我應該是斷開的 這個分 呃這幾句話是斷開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三位從何處來 第一位齁 一看都知道是閻君了 好閻君的話 之前到時有做過一個 九路塔閻君的招式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個 九路塔閻君 當時在劇情裡面是用 暗 他是暗屬性 與世 那他會不會是第一位 暗屬性 與世 而且是絕品的英靈呢 然後這次如果開三位的話 我蠻意外的 不知道是放在同一個卡式 還是分開的 像上官員一樣 仙允超 是分開的 就是單一卡式 為什麼會說仙允超呢 我們第二個先跳過 好這把劍這麼明顯 一定是仙允超 如果 如果 按 如果 對 再配一次 如果可以按 永遠不拿起那難寫的大劍 看到這把劍 這個老友要來 這是仙允超 不知道這個仙允超 是要打 生末之盾賺的 某一個關卡的時候 會開啟一個卡池呢 還是怎麼樣 我們就等待 後面幾天的公告 好 第二個 好 呃 那這邊那個 小師妹有講說 這個面具有點眼熟 然後血元素命這些詞 配上這個面具 讓我想 呃 讓我的好奇心點滿了 可是我記得在劇情裡面啊 呃 關於 閻君的這個 角色的描述 其實 我記得很少 不多 不多 好 那這個 這張圖呢 諾天黑 便 災燭火 作月 諾怒寒 便 折花 之作 財 我總歸 四半 姐姐 左右的 咳 咳 咳 姐姐 也就是說 那位說的血元 跟他們是什麼關係嗎 也就是說 這兩個人應該是 姊妹關係囉 這個啊 我看那個 呃 有人爆料是說 是 九度塔裡面的一個人啊 好像是叫雲香 雲香的樣子 好 據說 據說是這一位啊 但是這一位 我怎麼記得 主線劇情 沒有看到過 這個 我記得是 是在那個 觀眾傳給我的 是在 NGA論壇裡面 有人分享的齁 那 我記得主線劇情沒有出現過吧 還是 還是有出現過 我忘記了 好 第二張圖 就是指這一位 雲香 對 雲香 嗯 好 那 再來是實裝齁 花雲美人的 實 新裝 呃實裝 花雲美人 花雲美人 這個 那 我怎麼會想到那個 吃戀啊 有可能是吃戀嗎 可是吃戀已經有實裝了 又是出一個嗎 這個是蝴蝶吧 這感覺就是蝴蝶 可是我記得五蝶有實裝了啊 這麼韻味的美人有確定是一個 蝴蝶吧 這蝴蝶吧 這個 花雲美人的 花雲美人 與 新裝 我覺得是 是 刺戀嗎 嗯 不確定是不是刺戀 但我覺得好像不是 感覺是個頭刺 這是誰啊 李幽 李幽已經很多實裝了 還出李幽的 趙幽也不可能啊 還有誰 諸葛艾 諸葛艾也很多啦 應該 風寒月 我覺得是李幽欸 可是這樣子 這樣子也太多了吧 李幽好幾個了 好 今天這次的情報 大家都這樣子 喔 那這次 這次該把會出三個陰靈了 不知道他卡石要怎麼分配齁 好 我是對這個 九路塔的這個 閻軍 蠻有興趣的 暗語是 不知道他招式強不強 如果他招式有一個招式是 那個 射程加一的話 我覺得蠻不錯的 呃 閻軍 旋雨 我不確定他本名 本名應該是旋雨啦 那 閻軍是不是等於旋雨 我不確定 不過應該是啦 然後他這個天賦 目標每攜帶一個有害狀態 對目標造成的傷害 額外提高5% 行動結束後 為直接造成傷害 所以自身獲得 這個 治癒嗎 那這裡普通跟技能 射程提高1 但爆擊力提高10% 還不錯 還不錯 假設那回合沒有攻擊的話 你射程是3格 欸 很猛 然後你 逆隱藏型 主動使用自身獲得隱匿狀態 直接兩回合齁 直接隱匿給你看齁 直接隱匿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物理攻擊加20% 不可被敵方選中 OK 然後主動攻擊或受到傷害的時候 隱匿狀態消除 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 肢與維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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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使用的時候 在指定格子佈置羽牢 持續兩回合 那羽牢敵人行動結束時 則 陷阱一個範圍內 則立刻觸發 喔 這他的範圍內就有了 一個範圍內就有了 不用站他上面的樣子 然後對範圍內所有敵人 施加暗羽印記 和一個隨機有害狀態 持續兩回合 那 出發的時候在羽牢 正上方的敵人 被施加暈眩 喔 喔 然後暗羽 暗羽印記 受到來自小羽的暴擊 傷害加20% 然後跟暈眩 喔 那 那個是 那這樣的話可以靠 因為敵人不會 應該說打PVP的話 他不會那麼笨 去站在你那個地方 除非那個地方 你一定會經過 不然這樣弄拉的 就是像寧月爐 的招式把他拉過來 放完之後拉過來 放完之後拉過來 喔 這個就是他打很 很技巧了 不過我覺得 呃 主線這個旋雨的招式阿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就是這個了 完成度蠻高的 那 垂青暗時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攻擊大人 敵人 然後 對戰檢視下兩個 隨機有害狀態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成功擊殺之後 可以直接 等於時間結合兩回合 還不錯 如果真的是這個技能的話 我覺得 蠻OK的 蠻OK的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去看我們之後的人物情報 跟技能介紹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呢 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Twitch 比哩比哩 還有幾次告 感謝各位 請點收看 掰掰